也没有后悔的余地 冬村新闻 陈佳麟 张织军 蔡中博导 我想要到这家法国的五星级顶级饭店工作的员工恐怕就不能刺青了 因为这个老板蔡晨阳非常的要求 说这个走的是顶级路线 一个房价最贵的要20万元 当然连员工的制服都不马虎 那么这员工的服装非常的时尚 业者大手笔请的是国内知名的服装设计师李凯光 和员工来量身打造制服 从管家服务生到业务员 一共有40套不同的制服 300多名员工的制服竟然花掉 业者600万 独家实体 充满设计感的服饰 走在伸展台上用时尚方式呈现 这一套套的定制服 其实都是饭店员工的制服 看了台下员工兴奋尖叫 法国艺术饭店砸了600多万 制作300多位员工的制服 找来艺人来去念亲戚 国内知名服装设计师李凯光操刀 定制了40套的制服 每个部门都有专属造型 最贵的就是这一套 行政管家的制服 融入法国的简约风格 每套要价2万元 而饭店中是餐厅的外场女服 神制服 表面材质两层设计 还有男业务的西装 以及风群女业务的制服 每套都要花1万5千元 制服秀 我想这个相对代表他内外的两个 可信价是就是人文以及时尚 我想我们制服务业态度是非常重要 其他像是夜店的短裙造型 或是门头栓的燕尾服 还有女服务生的内搭裤造型 制服动则都要万元起跳 女生第一关就是要学做法式组织 担任外场的女服务生 身高要160公分以上 男生至少要175公分 英文一定要好 高标准之下 员工的薪水也比夜间高了两成以上 贩店主打艺术前卫 员工的门面打造 也砸了七位数时尚成本来打小名号 中文新闻人生中央程 开报道 电玩要抢宅男市场 不一定要靠艺人或者是model